在最近弱播的七个我中 张英山可谓是演技爆表 每一个分裂人格都被赋予了独立的灵魂 尤其少女人格一出场 那可是分分钟刷爆了朋友圈啊 不过搞笑担当不只有莫小娜 别忘了我们爱喝酒的豆比大叔哟 最初因为崔浩月抢走了黑帮的皮夹克 导致白欣欣被人绑架 沈亿真接到电话后一脸懵逼 根本不知道夹克的下落 突然她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揍自己一顿 把崔浩月叫出来 结果两人各种折腾 常秘书连再也不戒身的毒誓都发了 崔浩月还是没来报到 出现的竟然是西部牛仔画风猪长江 刚才是你 打我 我的下巴都会被你打掉了 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 简直越来越不讲究了 打我也就罢了 居然还打我的脸 打我的脸也就算了 居然 还那么用力 我的下巴快被你打掉了 听说有人被绑架 朱长江分分钟赶了过去 你别说 这一身行头再牵一匹高头大马 还真有那么几分专业的意思 如果不是有人来催他还马 卡卡都要为他打高了 只见朱长江很有气势地掏出两把枪 开始了 然而枪里射出的竟然不是子弹 是短剑 嘿我就纳闷了 这么多剑你是怎么装进枪里的 不过还好 耍完帅他就把枪扔掉了 换成炸弹总算靠谱点吧 朱长江手抓两个球 张牙舞爪的一会说这个一会训那个 仿佛他才是黑帮的老大 结果帅不过三秒 被人一棍子将炸弹打掉在地 包括朱长江在内的众人四散而逃 瞄了半天两个火星子都没见 没一会儿江南皮革唱唱歌 从炸弹传了出来 看来朱长江叔叔还四次接了广告植入啊 小弟们觉得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侮辱 把他围起来一顿胖揍 我就说这是个样样样子货 看样子是离混容不远了 可惜这顿打还是不够让朱长江长记性 再次得到身体时 他立马又跑出去撒花了 凭借飞机上白向荣给的名片 他找到了荣心小厨 不过这次他的时间不多 停车抱怨几句 往屋里走的路上就晕倒了 从这之后他消停了很久 足足有六级都没有现身 后来白欣欣住到了沈亿贞家 众人格开始疯狂说出 闹得鸡犬不宁 感应到小娜威胁了他搞笑担当的地位 朱长江终于坐不住了 半夜跑出来拆吸尘器 还很嚣张地对白欣欣解释 我就是无聊了想做个炸弹 这个理由够霸解 不愧是作死想能手啊 你干嘛 你怎么把我拿小公鞋进去 等一下小姑娘 你是在说 那个吗 是这样的 我失眠的老毛病又犯了 所以我想反正也睡不着 不如 搞起个炸弹码吧 面对朱长江的尊卑论 白欣欣受无可恋 又不敢撇下他不管 情急之下 白欣欣踏出了作死的第一步 让我们来玩别的吧 哼 年轻人你不后悔吗 朱长江一言不合 就带着白欣欣尬起了舞 一个翻白眼做鬼脸 骚气十足 一个喘粗气退发软 半死不活 到后期两个人 更是直接跳出了 杨巅峰的即视感 画面太和谐 咔咔都不忍心看了 尬了数回合后 白欣欣终于体力不支 想找个借口开溜 朱长江怎么可能放他走 一甩绳套就把他绑了回来 呃 你要玩捆帮play 我不介意 套绳口又是什么鬼 泡马的汉子 你威武雄壮 可这是大活人哪 而你好歹是个牛仔 一点连消息欲都不懂嘛 喜欢看七个我的小伙伴 关注微信公众号 QM工作室 更多精彩资讯 等你发现 这是什么东西啊 你不是说 再换点别的玩儿 嗯 干嘛 这叫 套生口 套 生 口 对啊 我在西部的时候 都这么玩儿 你是生口 我 我 套 你 fi 啊 哈哈哈哈